赵博士啊 你先不要讲多少多少书 你告诉我那个朝代在哪里 神农本草经是一个母河 有些人是这样举报了 身藏内功二百年 我也被蒙住了 今后大家如果到国外 要问个问号 怎么宋代就有本草纲目呢 本节目由北京同仁堂赞助播出 今天我们有中一班的同学 有中药班的同学 我们入学 可能大家就讲 我们要读四大经典 经典经典 一般应该指的是古代的东西 大家知道哪四大经典吗 我们一般的想起来 就是内经 伤寒 经贵 温病 我自己谈谈我的观点 我们是炎黄的子孙 其实我们托先人之名 编著了两本书 一个是托皇帝之名 编了一个皇帝内经 这是奠定了中医的理论基础 那还有一本书 是托神农之名 炎帝神农之名 编著了一本书 叫神农本草经 应该讲这是中药的一个理论基础 所以要我的观点 中医药的四大经典 应该是皇帝内经 神农本草经 伤寒论和难经 提到这四本书 我们先来看一看神农 神农长百草的故事 我想大家是耳熟能详的 神农本草经收药是365种 以应周天之术 这里边讲的是中药的理论 四七五位升降浮沉 应该讲没有神农本草经 就没有中药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体系 我这里画了一个卷心菜的一个模拟图 其实中国的这个本草的形成 我们也可以理解就像一个珍珠一样 越滚越大越磨越大 神农本草经是一个母盒 里边有365种药 南北朝时期桃红井呢 把它double一下 变成了730种 到了隋唐时代 唐代由政府主编了一本书 叫唐本草又叫新修本草 这本书收到要800多种 到了宋代的时候呢 又加了一倍1700多种 本草纲目是多少药呢 1892种药 所以中国古代的本草学的著作呢 好似长江像黄河一样 连绵不断的 我们看到我们的本草 从神农本草经开始365种 到现在有多少种呢 一万多种了 那这个本草学里边 它包括了哪些内容 有历史学文献学药物学的内容 谈到了药物学的内容 大概有三个部分 药物的机缘 这个药是植物是动物是矿物 长在哪儿 长在什么样 药性理论 升降浮沉啊 气味 药性 还有临床应用 这个是中国古代本草学的内容 中药书究竟有多少 我们一般呢 很喜欢用一个词叫汗流冲动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几部书 这个书是中国本草全书 现在的很多医药学家一起 一共用了十年的时间 把它收集完成了 我也参加了这个工作 一共出了多少呢 一百套 这本书呢 是我们香港进会大学的一个镇馆之宝 藏书号呢 是第一号 一共是403卷 可能有些同学啊 会问 说谈到这个本草 这不是中国传统药物学的东西吗 怎么还有外国有什么事呢 因为在历史上啊 由于各种原因 战乱的原因 文化交流的原因 有一些呢 我们的本草学著作呢 现在中国没有收藏 反而在国外的图书馆有收藏的 今后大家如果到国外的图书馆 去看书的时候 这里收贷了 有什么宋代的本草纲目 请大家一定要问个问号 因为我到国外的一些图书馆 我也被蒙住了 一看 我说怎么宋代就有本草纲目呢 因为外国人 他们在中国医药界 大概只知道李时珍 谈到中国的本草书呢 他就知道这个本草纲目 所以在他们编幕的时候 凡是中国的古书 是医药的书 都写成本草纲目 所以呢 李时珍是一个符号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出版 十年以后就传到日本了 后来又传到朝鲜 传到越南 英文 德文 法文都被结译了 一部分已经被翻译出去了 特别是呢 在日本啊 它的影响特别大 过去日本的开业一上 摸卖时候呢 后边应该排在本草纲目了 就是说明 我是有学问的意思 本草纲目 日本有六种版本 印刷了十六次了 为什么 奇怪吧 为什么日本人喜欢中国一些古典 导古 小导古 中国军队没有来过 其他的都来过 而作为殖民地了 日本没有 所以一直喜欢中国的文化 另外一个原因 这是医生的地位 日本没有科学基督了 所以临床医生 可以到了天皇的地位高的 要研究医学古典 一方面需要这个临床的水平 一方面需要这个学问的水平 日本这个本草书是多少种 博物学2500种 本草书是1500种 大家一说起书来 我记得有一次我给香港的医学院校的学生讲课 大家说 赵博士啊 你先不要讲多少多少书 你告诉我那个朝代在哪里 那我自己呢 结合教学 我就创会了一个执掌图 概括一下我们过去这几千年的文化 大家读过三国演义 前边开头有这样几句话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那其实呢 我们现在用这个执掌来概括一下呢 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统一分裂 统一分裂 这样一个大的趋势 这些分合对医学有什么影响呢 我发表了一篇论文叫中国医学发展分合论 讲的有什么特点 战乱的时候是中国临床医学大发展的时候 统一的时候 盛世修书盛世修典 我们的一些主要的医药著作呢 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 可能有些同学也会问我 那你既然说盛世修本草 那唐代的时候出了一个新修本草 唐本草 那明代的时候政府干什么去了 我自己来读明史的时候 我觉得明朝政府啊 是挺重视医药的 起码是大家知道 这个明太祖朱元璋 他生了很多的儿子 其中有一个儿子周素 他编了什么呢 普济方 后来呢 还有一个旧皇本草 都是他完成的 明代还有一个特点 宦官专权 当时的那个太医院的院判 叫刘文太 这个人后来人给他评价 这是一个宁臣 不是什么好官 说政府皇帝不是说要编本书吗 那我们来编 把主编这个权力也拿到手里了 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组织中国的一些非常优秀的画师 编成了 本草品慧精药 而且画了非常精美的插图 可惜有一件事 书编成了 这个皇帝死了 大家知道过去有一句话叫半军如半虎 皇帝死了 周围的这些进尘啊 那都有责任 是不是太监给害死的 是不是太医院的人给下了毒呢 有些人是这样举报了 一下47个人整个都给逮捕 下了大狱 刘文太被判了刑 不要紧 可能他是罪有应得 也可能是死有余辜 但是受到牵连的 就是本草品慧精药 被打入冷宫 这个本书呢 就一直没有被公开 应该讲深藏内宫二百年 到了什么时候呢 一直到了清代的康熙年间 人家一打理仓库啊 一看我们这真是还有好东西呢 一看这个什么书啊 这个书画得这么精美 这本书呢 最后就被发掘出来了 大家如果想看这本书呢 我告诉大家 我们这次在整理 这个中国本草全书的时候啊 就把这个本草品慧精药的内容 都把它整理出来了 都收录在这里 大家看这个书啊 这画的图非常的这个精美 谈到这本书 有它的优点也有不足 第一 它要满足谁的需求 不是市民的需求 太医院首先为皇帝服务的 编这个书也得皇帝看着好看 所以当时呢 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考虑呢 印刷的可能性啊 一般的百姓能不能用得到 所以大家考虑 当时在明代没有彩色印刷 当时的印刷技术是什么呢 是木刻 所以这本书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截然不同的地方 是他的服务对象不一样 这本书呢 是给皇帝看的 啊 所以呢 这本书是预制 本草品慧经药 你看啊 用的那个纸啊 都是黄卷纸 所以这本书呢 一直就藏在了深宫 后来一些皇家的画师 参照这本书呢 画了很多的模本 这本书的原本存在哪呢 就现在存在了日本的京都 有一个武田会社 信语书屋 如果我们的同学想看 在哪里可以看到呢 到我们的图书馆 我们进回大学 那个藏书号呢 是第一号 中医药学之所以能够绵延千年 其发展的最大特点 就在继承 继承古代先人的经验 同时还在不断的创新 浩如烟海的中医药古籍 是我们中国得天独厚的优势 是潜在的丰厚的巨大的文化资源 本草是文物 是可用之物 是实用的宝典 本草当中呢 承载了很多的中药的信息 那么这些中药 护佑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 盐学中药四世载 游历世界五大洲 他倾其所学 致力推动中医药教育 融会古今中外 勇于突破创新 他就是香港建卫大学 中医药学院副院长 想做教授赵忠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一下 那是不是 原谅